哈喽,欢迎回到我的天台菜园 先让大家围观一下,我叫菜园的现状 我从去年10月份开始种菜 目标是,希望每天能够吃到自家种的蔬菜 经历了几个月的时间 现在终于基本实现了 从今年2月份开始到现在 我吃过了鲜红低汁的草莓 和几颗早熟的蓝莓 吃了娇嫩的鸡毛菜 拔了水萝卜,腌了一缸 4月底收了一块西红柿 还剩一些 前些天,挖了一罐土豆 昨天剪了护瓜 今天又摘了空心菜 紧接着,黄瓜和护瓜又长大了 南瓜也开始成熟 豆角出来了 西瓜结了小果 等着茄子一起长大 吃完瓜,紫色生菜和青菜 这些叶菜类后浪也紧随其后 我终于实现蔬菜自由了 我的蔬菜自由之路 除了会分享一些种植经验 偶尔也会分享一些收获成果 接下来进入咱们今天的主题吧 评论区有蛮多菜有问到 我们种过的土还可以接着种吗 如果可以的话,要怎么处理呢 土当然是可以接着种的 很多人主要是想知道 种过了菜,土如何处理 接着种菜会比较好 首先,土种过之后 一定都会变得比较板结 其中一个原因是 根需太多了 把土结成了一块 另一个原因是 土壤长期处于湿润的状态 加上日晒,土凝结了 这样的土凝固,不透气 没经过处理,不建议直接种植 种植土一定要用疏松透气有肥力的 因此,第一步,要把土处理疏松 我这边用到的方法是翻土 把用过的盆土倒出来 再用工具将板结的土打散 将土里面坚硬的根须去掉 细的根须将它融合在土里 一块充分打散开 如果原来的土种出来的菜有得过病 那最好是使用多菌磷下去搅拌 给土消消毒 然后将土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几天 尽量将土全部晒干了之后再接着用 其次,土壤要使用轮座的方式 轮座的意思是轮换种植不同的作物 比如,这盆土之前种过土豆 下一回要换其他种类的蔬菜 不要在同一盆土里面 一直种同样的作物 轮座的好处是 它可以提高土的肥力 如果长期单一地种一种作物 会造成某一种吸收量过大的营养元素缺乏 而剩余吸收量较少的营养元素 举个例子 比如,豆科作物可以利用跟牛菌固氮 如果同一本土里面长期种植豆科作物的话 会造成氮元素过剩 如果豆科作物收获之后种植十字花科 那么就可以充分地利用氮元素 并且获得高产 所以我们换着种类种 能够让土朗微量元素保持平衡 最后,等到我们用这些土再下去种的时候呢 如果感觉到土朗肥力不足的话 就在这些土底下 加入一些有机肥来增加肥力 这样蔬菜就会越长越好了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还有更多种植分享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进行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